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女主还得知自己的丈夫已经死了 原因就是那一场车祸 而女主自己也失去了听觉 必须要借助助听器才能够听得见 幸运的是女主肚子里的孩子并没有什么大碍 这已经是不幸之中的万幸 女主失去了自己的丈夫 可是为了自己的丈夫 她必须要照顾好自己的孩子 女主必须重新振作起来 养好病之后她就回到了家里 在圣诞节的那天夜里 女主忽然听到了敲门声 门外是一个穿着黑衣服的女人 原来这个女人想要借女主的手机打个电话 为了自己的安全 女主便谎称自己的丈夫已经睡了 现在不方便出去把手机借给黑衣女人 没想到门外的黑衣女人凶狠地拆穿了女主的谎言 并且说自己已经知道女主的丈夫已经死去了 这可把女主吓坏了 女主害怕地打了报警电话 希望警察能够帮助自己 而且还给自己的好朋友小胡发了消息 警察来到之后查看了一番 却发现没有什么异常 女主还是有点担惊受怕 可自己也熬不住 晚上女主睡觉的时候 竟然发现穿黑衣服的女人出现在了自己的卧室 并且给女主注射了催产剂 女主都不知道她是怎么进来的 女主在睡梦中醒来 看到黑衣女人给自己注射了东西 总感觉这个黑衣女人不怀好意 女主害怕黑衣女人伤害自己 慌忙中女主跑进了浴室 这个时候好朋友小胡收到消息后来了 想要看看女主到底怎么样了 看来女主这朋友还挺给力的 大半夜听到女主有事就赶来了 这关系绝对没毛病 黑衣女人看到这个情况冒充成女主的母亲 她只想要完成自己的计划 并不想做其他的事 如果小胡发现了不对 自己的计划也没办法进行了 她直接和小胡聊了起来 女主听门后面没有动静了 小心翼翼地打开了门 然后回到了卧室 这样或许能够找到机会跑出去 不久后小胡本来打算离开 没想到女主真正的母亲来了 女主的母亲并没有理会两个人 非常着急地上楼查看女主的情况 母亲得知女儿的情况后很着急 大半夜地赶了过来 这也是母亲的伟大 而卧室的女主以为上来的是黑衣女人 直接就给了两刀子 也就是把自己的母亲给杀了 当她看到来人的时候 才发现自己杀错了人 还把自己亲爱的妈妈杀死了 她痛苦半分 小胡听到声音之后准备上楼 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 可是还没有来得及安慰女主 就被后面的黑衣女人给杀死了 黑衣女人看到事情败露了 自己没有办法 只能下杀手了 不然自己的计划就没有办法进行 整个房子里又剩下女主和黑衣女人两个人 女主只好又躲进了浴室 躲进这里 黑衣女人还没有办法过来 紧接着女主通过浴室的小窗向邻居求救 可是无论怎么呼喊 邻居就是听不到女主在说什么 也不理解女主到底是什么意思 看女主比划了半天 邻居好像感觉事情不对劲 就在邻居打算给女主打电话的时候 女主看到黑衣女人出现在邻居的身后 然后邻居家的灯光也熄灭了 女主这个时候意识到自己最后的希望也消失了 好在没过多久 巡逻的警察过来了 女主本来以为自己能够得救 可没想到警察实力不咋地 三两下就被黑衣女人给打死了 看起来黑衣女人这战斗力也很强悍 另一个女警察看到自己的同伴很长时间没有回来 进了房间准备查看 希望自己的同伴平安无事 女警察在房子里碰到了黑衣女人 而就在女警察和黑衣女人打斗的过程中 女主趁着这个机会跑到了警车上 赶紧拿起对讲机呼救 没想到黑衣女人又追了上来 两个人在一番争执下 警车撞到了树上 黑衣女人晕了过去 女主趁着这个机会跑进了一个房子里 可是这个房子竟然是黑衣女人的家 之后女主被黑衣女人追逐到一个游泳池 女主询问黑衣女人为何想要她的孩子 从黑衣女人的话中 女主才得知 原来出车祸那天 女主所撞的车就是黑衣女人的 因为这场车祸 黑衣女人失去了自己肚子里面的孩子 而黑衣女人并没有想要伤害女主 从始至终 她只是想要女主肚子里面的孩子 女主知道整个事情的经过之后 感觉非常的愧疚 可是她也会为自己的孩子和黑衣女人争斗 之后两个人就掉落在了泳池中 女主凭借着自己的游泳技术成功地摆脱了黑衣女人 就在女主刚刚准备从游泳池上来后 催产剂的药效发作了 女主在室外成功地生下了自己的孩子 好了 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